小心,如果操作不当,这颗地雷随时爆炸 拆除隐形,必须把握好角度和力度,不得有分毫偏差,否则粉身碎骨 此时,少年慌得不敢呼吸,终于他成功拔掉隐形,又幸运地多活了一天 回到战俘营,少年找到军官,说大家三天没吃东西,什么时候能分发食物 军官默然回应不知道,命令他乖乖回去睡觉 少年不敢吭声,只能将委屈吞进肚子 第二天,少年继续麻木地排着雷 一旁的钢盔少年突然呕吐 少年见状,想上前观星,突然一声巨响,地雷爆炸,少年被震倒在地 他回过神再次走上前,发现钢盔少年已被炸掉双臂,撕心裂肺的哭汗 同漫合力将钢盔少年抱起,带出雷区,接着向军官求助 但军官却无动于衷,任凭钢盔少年哭汗 直到他听到,钢盔少年大汗,我要回家,终于动了侧影之心 于是他为钢盔少年注射阵痛剂,又让士兵将他送往医院 不久后,军官发现战俘们相继呕吐,调查后,才从少年口中得知 战俘们因为太饿,只得到农场偷猪食 殊不知,里面混杂的都是老鼠食 于是他让战俘们灌下海水,清洗肠胃 事后,军官担心钢盔少年偷偷前去探望 却被护士告知,钢盔少年刚送来不久,就已死亡 军官瞬间沉默了,他意识到,如果继续缺乏食物,意外还会发生 于是,他从军部偷走一箱食物,扔到战俘宿舍门前 恶惨的战俘们一见到失误,顿时狼吞胡咽起来 为了安抚大家情绪,军官撒了个谎,说钢盔少年已经被送回老家养伤 只要加快排列进度,大家也可以马上回家 战俘们瞬间振奋起来,军官看着这群可怜又单纯的战俘 心中无比愧疚,他明知这是骗他们去死,却别无选择